哈喽大家好,我是超子 天冷多吃饺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做浑香酥饺子的技巧 浑香不出水,鲜香味美,非常好吃 首先将洗净的浑香用刀切碎 准备一个馒头,同样用刀切碎 炒锅中放入油 油热以后放入切碎的馒头 小火将馒头炒干炒香 炒至馒头金黄,打入两个笨鸡蛋 将鸡蛋炒熟炒反 然后关火晾凉 利用这个时间让媳妇和点面 用温水和面,边加水边搅拌 可以适当的往面粉中加少许盐 这样煮出来的饺子吃着比较筋道,不容易破皮 揉至光滑的面团,醒10分钟 切好的浑香放入晾凉的馒头鸡蛋当中 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盐 少许香油 少许一匹鲜酱油 一点点鸡精 将调好的馅搅拌均匀 放馒头可以吸收浑香的水分 所以这样做浑香不出水 馒头吃起来又脆又香 形好的面团揉成长条 用刀切成小剂子 用手按成小饼 擀成薄皮 这一步相信很多人都会 最后将调好的馅包成饺子 上锅煮熟 浑香馅酥饺子就做好了 煮饺子时有一个小技巧 可以往锅中加入少许盐 这样煮饺子时不容易破皮 而且吃起来很劲道 用这种方法也可以做其他蔬菜的酥饺子 吃起来都非常好吃 今天超子不做菜 媳妇是主厨 感谢大家支持观看 下期视频见 拜拜